其实我那个老三 我最小的小孩 儿子很重 但是他必须要我抱 那其实我 我左边 常常都是歪的 然后很疼的 怎么找按摩啊 怎么去拉进了余照 我都觉得睡觉 睡觉的时候睡不了 就很难受 所以没有他 我就没办法睡觉 提起张博之和谢临风 想必大家都特别熟悉 这两个人曾经是娱乐圈 公认的金童玉女 他们的婚姻仿佛是天赐的一般 令人遗憾的事 这段婚姻呢 并没有持续太久 最后还是走向了分离 2006年 谢临风在菲律宾的一座小岛上 向张博之求婚 当时张博之啊 感动得哭成了泪人 二人的婚礼唯没有浪漫 婚后的两个人感情浓烈 一度成为了香港娱乐圈中 明星夫妻的楷模 有了大儿子谢震轩以后 经常被媒体拍到 一家乡口外出的照片 但幸福的日子呢 没有持续多久 2008年 艳照门事件发生了 很多女星都受到了波及 包括张博之 所有人都觉得啊 谢临风和张博之的婚姻 走到了尽头 但是谢临风的做法呢 很难认 不仅在第一时间 选择安慰张博之 还在大众面前力挺妻子 在两个人的努力下 谢临风和张博之 最终度过了艰难时刻 还迎来了两个人的 第二个儿子谢正南 就在网友们认为 这件事情已经翻篇时 2012年 张博之与谢临风宣布离婚了 六年婚姻正式画上句号 关于离婚的原因 两位当事人都没有措施回应 只知道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都归张博之所有 而谢临风呢 则和王妃复合了 离婚后的谢临风 只专注于自己的美食 并且沉迷于和王妃的恋爱当中 媒体经常拍到 谢临风和王妃甜蜜处游 秀恩爱 据说谢临风 连儿子的生日都没有参加 反而和王妃去日本过七夕 也因为这件事情 谢临风被很多网友议论纷纷 很多网友质疑谢临风 没有承担起一个爸爸的责任 光顾着和王妃谈情说爱了 对两个儿子不管不顾的 反观张博之独自带着 三个孩子兼顾着家庭和事业 那么多年令人十分的心痛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 张博之在圈内努力打拼 每天需要飞来飞去的 习惯了空中飞人的生活 在孩子们睡觉的时候离开去工作 再忙再累也要努力赶回家 和孩子们说晚安 给孩子们安心感 这样深沉的爱 是不是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呢 但我又不明白你了 你每个月都耗车 整满几门 都给了校车费 但为何还要车他们上学呢 虽然是一万多元 但你知道车他们上学的时光 跟他们沟通 上来聊天 去便利店买零食 那种快乐的时光 返回打机舞 但张博之不觉得苦 也不觉得累 反而很开心 每天的生活主体都是 以两个孩子为重的 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游乐场玩 去美食店 从未看到过谢霆锋带孩子 谢霆锋对此内心也有亏欠和感激 其实谢霆锋又何尝没有再想尽办法补偿张博之跟孩子们呢 一次谢霆锋跟好友 容嘴儿聊起张博之独自带娃的生活 没日没夜的照顾孩子的起居 基本是拖着身体带娃工作 每句都是在心疼对方 对王妃呢 却置自不提 这让网友们不禁直呼赶紧赴婚吧 她是一个很感爱感恨的人 是啊 她其实她也是一个很 她的生活不容易的 嗯 还有其实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那么好 我不好 是因为你不好啊 有很多事一定是双方的 那但是 就男人嘛 我应该说自己不好先的 另外谢霆锋也早就为两个孩子做好了打算 有媒体爆料称 谢霆锋早已将自己的十亿身家 投入到了他成立的基金当中 而受益人的名字正是他的两个儿子 谢霆锋在采访的时候说过有很多的家庭 父母离婚了 小孩子一定会去埋怨群中的一个人 但是他的小孩呢却没有 他知道这都是张博之的功劳 张博之在孩子面前帮他说了很多好话 这让谢霆锋十分感激张博之 离婚这么多年 张博之都不曾与谁传过绯闻 却在2018年11月份 突然再生出了第三个儿子 这让许多网友意想不到 如今41岁的张博之无论是容颜还是身材 依旧是女神 张博之曾经说过自己最幸福最自豪的 就是拥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他说演员是他的职业 但妈妈是一生的事业 博之还表示他一定会再婚的 不是为了两个儿子 而是为了自己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爱情 他依然像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样 相信着爱情 相信2022年的张博之 带着坚强独立和认真生活的态度 会更加幸福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